陶雕创作除了雕刻之外 还必须要经过一千多度的高温淬炼 利用手拉胚的深胚 雕刻各式虫云鸟兽和自然花卉 甚至名文人物 再经过一千两百度的高温淬炼 圆润饱满柔和婉约的陶雕作品 都经过创作者精心雕刻才能完成 可以说是得来不易的艺术之宝 在追求成功与完美的过程中 守护初衷是成败的关键 陶雕作品因为雕刻层次变化多端 必须注意整幅结构的美感 作品雕工相当费时 一件作品往往需要花费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非常消耗眼力和体力 所以在完成作品后 创作者往往必须休息一段时日 才能恢复视力 而雕刻完成后 还得经过以前多度的高温火炉 锤炼 只要一个小环节出了问题 就会前功尽弃 失败率高于一般雕刻艺术 结合地 水 火 风 自然界元素作为创作媒介 更加纯粹而难以控制 隐藏许多无法掌控的生命必然性 每一个连接处 每一抹神韵 每一种姿态 甚至每一次的触摸 都将创作者 艺术品和观赏者三方面的情感交错融合 唤醒沉睡中的新视野 十方新闻记者 乃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点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